Hello,大家好,我们今天晚上的首场直播已经结束了 圆满结束 对,现在是晚上10点25 说真的,这个是我们作为房车旅行自媒体以来 第一次带货直播 对 然后对于这件事情我们其实真的非常的用心 非常的认真的去对待这件事情 其实很纠结的 之前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做这个事情 当然也算迈出了一步 对,因为说真的吧 我们有些时候呢就觉得 如果带货直播 大家就会觉得你好像不认真了 你好像商业属性太浓了 但是呢,确实啊 因为现在上一期视频也大家说了 就是平台这块 它就逼着你往这个方向去 对 那咱不直播就显得咱不合群了 对 所以呢,我们也就顺应潮流吧 也算是 今天晚上我们播了有三个半小时差不多 对 我的嗓子哑了 我觉得是 我说话的声音很奇怪吧 有没有 就是感觉有点疲劳的样子 其实因为主要是 Amy同学说嘛 她要介绍这一堆的这个护肤产品 其实这只是我们这个品牌里面的一小部分产品 我们推给大家的都是性价比比较高一点的 然后今天晚上做的活动力度呢也很大 所以就分享给大家 今天晚上Amy真的非常辛苦 但是各位粉丝朋友的支持跟捧场呢也是相当给力啊 因为说起心里话 我们其实是不太自信的 因为毕竟第一次直播嘛 我们Amy同学 开播前的一个心理议期是多少 两千 对我们心想说能做个两千交代一下嘛 因为那个什么就是官方那边会要求我们就做直播要报备的 报备一下 然后又填一个金额 就是我们的直播的金额大概能预期多少 对对对对 然后Amy同学报了两千 但是大家知道吗 今天晚上我们的粉丝朋友有有有夺给力吗 一下子就给我们达到五千五百五十五块 这个金额好奇怪啊 对啊 然后我看看 很有意思的一个金额 成交的人数呢有27位朋友 有27位朋友在我们的小店购买了产品 然后成交的件数呢有37件 所以呢总共的成交额呢是五千五百五十五块钱 就是最后结束我们这一看这数字 真的太有意思了 哇太有意思了真的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大家还真的是很给力 虽然我们是第一次直播 对今天晚上来的人也不是很多 因为可能推送的 大家有些人不一定知道我们在直播 就是在线人数也就是二十几个二十几个 但是可能进来看的有一些流量 但是可能不一定那个 对就是在线人数看的好可怜 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很支持我们 对非常支持大家进来就买了 然后有些呢就是默默的就买了 然后有些呢还跟你聊两句就走了 其实真的在这里非常的感谢大家对于我们的支持 然后呢我们肯定也会出更多的视频来跟大家分享 然后好好的经营我们的账号 对以后有机会呢不管是不是带货 我们也尽量多直播直播直播 然后跟大家交流交流 我觉得这其实也是蛮好的 因为现在吧我们可能也会往那个一边直播 一边做视频这个方向发展 所以可能视频可能会尽量分配的时间也给他挤出来一些 作为直播跟大家交流用 刚刚坐着直播三个半小时有点累 所以我一直现在就这么躺着跟大家聊天 就这样躺在这边会舒服 主要因为也是大家也知道我刚养过 所以体力上呢还是会差一些 还是不行 对 好了今天呢关于第一场直播的战况啊 就给大家汇报到这里 然后呢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就晚安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晚安了 拜拜